女性风湿吃什么东西好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伊磊陕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对于女性的风湿患者来讲 我们认为比如说是青菜、水果 对于风湿患者需要的高维生素、高纤维素等等 它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的话对于女性我们建议 就可以多吃一些青菜啊、水果啊这一类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比如香菇啊、黑木耳啊等等 这一类的食物呢 它能够提高免疫力或者说调节免疫力 还能够增加抵抗力 所以的话这一类的食物也建议可以经常使用 还有呢比如说是在你风湿发作的时候 比如关节红肿痛啊等等 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吃苦瓜呀、马齿馅呀等等 这一类的苦性苦味的食物 它本身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 另外的话比如丝瓜呀等等 这些的话它还有冬瓜呀 它有一个沥水消肿的作用 那么就是你吃这些食物的话 可以缓解你的这个关节的疼痛 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的话 我们本身说女子以肝为先天 它是需要血的滋养 所以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 比如说是大枣啊、鹅椒呀 这一类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能够起到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的作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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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